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我的島終於打造完畢了 這支影片會是個導覽影片 今天會帶大家好好逛逛我的島 我的島夢境碼也已經上傳了 大家看到這影片的時候也可以輸入夢境碼 一邊看我的影片一邊逛夢境喔 我們就從夢境的起點也就是廣場開始吧 在廣場這邊有放一個雞肉阿一看板 大家剛到的時候可以跟他拍個照 但夢境中是不會有冉冉的 廣場左邊是我島上的服飾店 往裡面走是小小的冰店 樓梯上去則會到我們島上的博物館 這邊有一條小小的水走道 走過來就會看到大衛箱啦 旁邊就是飯店總裁傑克的住家 往下走就是他上班的地方喔 是一間富有泳池的飯店 還有私人的小沙灘 可以盡情在這邊坐日光浴 帶大家參觀一下飯店內部 接待大廳 飯店還提供早餐喔 飯店還提供早餐喔 接受預約的SPA池 還可以指定美容師來按摩 地下室還有提供許多休閒娛樂 能寄放寵物 能寄放寵物 還有提供輪椅租借喔 最後是客房的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在飯店裡獲得充分的休息 如果比起飯店更想體驗野外露營的感覺 沿著左邊水走道走 這邊有飯店附設的露營地 所有露營設備 飯店都幫大家準備好囉 包括所有食材與料理用具 也能在這邊享受海釣 要住飯店還是要體驗露營呢 就交給大家選擇啦 從傑克家旁邊的橋過來 就到了沙漠區 在綠洲休息一下吧 右邊是遠人的家 這裡很適合狂歡喔 右邊是遠人的家 廢棄在沙漠中的車子 在這片沙漠中有超多世界奇觀喔 往上沿著沙灘走 這裡也有幫悠悠準備一個家喔 而這裡聽說會有人於不定時上島來幫大家算塔羅牌喔 但我自己也都沒有遇到過 通過沙漠的這座橋就來到了農田地 這裡有水稻田 南瓜田 還有熊貓棲息在這喔 這一間呢 則是當作倉庫使用的農舍 因為只是個倉庫 裡面沒有東西可以不用進去看 往上走就到了史培亞的家 再往上這裡可以看海看風景 從農舍旁邊的吊橋過來這邊是一片荒蕪地 可以看到從這邊挖掘出來的恐龍化石喔 在這樣荒涼的地方發現到這個小小溫泉 這邊有個小徑 往下走就可以到阿一的家 阿一身為超級英雄時時刻刻都要鍛鍊自己 所以選擇住在這樣荒涼的地方 不過基本的生活所需都還是有照顧到 旁邊則是我的大本營魔王城 門口還有停放一台幽靈馬車喔 這座魔王城使用了超多建材才打造而成喔 大家看得出來用了哪些物品嗎 我會在片尾來一一拆解魔王城構造給大家看 魔王城旁邊有一條秘密小路 能通往秘密沙灘 走過魔王城的吊橋就來到森林區了 這邊有耳光的家 芸蒙那的家 芸蒙那的家旁邊還有果然喔 才往上走呢就能到達關心區了 在古樹區旁邊的沙灘角落買了很多金銀財寶 這些錢應該離刻還沒發現到吧 我們再順著海灘往下走 這裡有個海水浴場 旁邊有個大舞臺給樂團表演 這裡我有提供螢光棒給大家使用 如果想上舞臺請到舞臺左側 這裡有準備梯子讓大家上來 舞臺旁邊是喜歡花的喬喬的家 房子旁邊的小路走進來的話 就會到達演唱會後台的休息室 這邊是大家化妝、換妝以及陰空的地方 也可以在這邊購買明星們的周邊商品 我們再往下走就會到龐克斯經營的美食餐廳 這裡還有附設兒童慶生區喔 小朋友也能安心的在這邊的沙灘上玩耍 沒工作的時候龐克斯就會在這邊過著像度假般的生活 接著往這邊走會看到街頭藝人的表演場地 而她的下方則是茶茶的衝浪教室 可以在這邊購買所需用品 茶茶會在這邊教大家怎麼衝浪喔 但她自己可能不會笑死 上面還有攀岩體驗課程 要提早跟茶茶老師預約喔 也可以帶小朋友來 自己上課的時候讓小朋友們待在這邊的公園玩耍吧 再往左邊走就是小潤的咖啡廳 如果想喝咖啡、想吃蛋糕、甚至珍奶的話 這邊都有在賣喔 只是記得要來櫃台這邊結帳喔 往回走渡過橋 就回到了浮處右邊的雜貨店啦 成功繞島一圈回來了 但這邊有個小秘密喔 也就是雜貨店後方有個水管 從這邊進去的話 我們就會到達島上的秘密基地 站隊駕駛機器人對抗入侵的怪獸 而這棟建築就是地球防衛隊的基地 這邊是會議室 訓練室 戰鬥模擬中心 修理補給室 戰鬥指揮中心 戰鬥指揮中心 地下室則是隊員們準備出動的地方 這樣我的島就全部逛過一遍啦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我島上有很多種不同的主題 有的適合白天有的適合夜晚 在選擇夢境天氣時讓我很猶豫 所以我打算我會隔一段時間 就更改夢境的時間與天氣 大家就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來玩 感謝大家今天來看 影片最後會有一小段解析 魔王城構造的畫面 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那就開始來簡單說明一下我的魔王城 是用了哪些東西拼湊出來的吧 待會我會使用我正在錄音的麥克風 EPOS B20 來當做游標說明喔 沒想到麥克風可以這樣用吧 縮小變成游標 魔王城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壯觀對吧 但其實他只是用一堆傢俱拼湊出來的喔 像比較大的傢俱、簡單壁板、古倉、燈塔 這邊都是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切換個角度看一下吧 要把這些東西拼在一起 地形是蠻重要的 看我在這邊挖了一個M字形的地形 就可以把古倉放在第二層 然後把燈塔放在第三層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個高低差 而簡單壁板呢 主要是拿來遮擋山壁的 我們可以去下載磚牆設計 用在簡單壁板上面 那這邊的磚牆設計 最好跟古倉上面的紋路是一致的 另外古倉上面的屋頂 最好也跟自己房子的屋頂顏色一樣 放在一起才會比較有一致性喔 後面放置的燈塔 我也是選用了一樣顏色的黑色 管風琴的背面可以當做城牆的延伸 而這邊呢我放了TOY鏡子 兩邊都有放 從這個角度來看TOY鏡子 是不是很像城牆上面的欄杆呢 然後放了一個馬力歐的旗桿 象徵魔王城的旗幟 最左邊再加個很長很長的煙囪 就能更強調高低落差啦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是不是覺得很好模仿呢 如果大家也想要在自己島上蓋一座城堡的話 就可以參考看看囉 前面有這個角度看著 對方的角度看著 很難選擇 這方面OK 中文字幕——YK